去年12月聖誕節前,花園街曾被人中火, 燒毀80個排檔,造成7人受傷,損失超過2000萬 食環署要求排檔的面積維持在3呎乘4呎, 當主表示有收過食環署的指示 從去年花園街的排檔發生火警之後, 食環署要求要加闊排檔與排檔之間的距離, 但今天看到排檔之間距離依然非常窄, 如果一旦發生火警的話,有機會蔓延到另一個檔口 花園街返商協會表示, 攤檔多次通過消防署的安全測試, 火災發生之前,商會應多次提醒檔主小心火警, 他們聘請的保安,原定會在12月開始在這裡巡邏 準備12月1日,已經盯到兩個保安, 已經和保安公司簽約了, 今年食環署、消防署,香港的花園街, 要求我們將這些,哪些不適合, 我們捕捉得很棒,因為消防署每一個月, 有時測試,我們都沒事的。 食環署表示,只是依賴商戶自律, 和食環署執法並不足夠。 我們同時去到巡邏的時候, 很多時的檔主都會把一些物品收得好一些, 但當我們離開後, 情況很快又會變回原狀。 所以我們都要想一想, 我們依賴它的自律未必足夠, 依賴我們一般的執法也可能未必足夠。 所以在我們食環署的考慮方面, 亦都需要考慮在執法方面, 有沒有其他方式能夠更加大力度絕到一些違法的情況。 這一區的區議員就認為, 本港排檔問題不在於 攤檔的面積和攤檔間的距離, 而是政府欠缺長遠的城市規劃。 因為你本身花園街, 是一個這麼多人流的小販銀河區, 就算那些排檔放少兩尺, 一樣是真會散人的, 那裡仍然是一個安全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這麼簡單的管理問題, 而是一個長遠的城市規劃。 羅永祥又指, 外國的暴行區比香港規劃得好, 建議政府改善。 香港頻尼士記者, 廖正麥博道。